二二八纪念馆 至此到一半 抗议者突然冲进来 试图扑向台北市长蒋万安 但先被维安压制住 蒋万安一脸尴尬 呛瞎声 人此起彼落 杀人双手 下跪道歉 在二二八这一天 北市举办的纪念活动很不平静 民间团体无力者要求蒋万安 为二八事件下跪道歉 而且有意见的人 还不止他们 抗议者万安 抗议者万安 烂色禁制区 烂色禁制区 二二八纪念公园周围 传出不少抗议声浪 蒋万也在致辞时 以市长身份 正式向二二八受难者 及家属道歉 身为台北市长 我深深为76年前 发生在台北市大稻城 天马茶房附近的 气烟事件 进而导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 历史伤痛 致上诚挚的歉意 坐上了台北市长 这个位置 那他就不能回避 坐上这个首都市长位置之后 应该要有的政治责任 市议员苗博雅 也跟其他两位议员 在蒋万跟马英九演讲时 无声举牌抗议 而今年拒绝跟北市府 合办纪念活动的民团 台湾国家联盟 则是选在自由广场前 独自举办音乐会 未来还有没有合办机会 得看蒋万安的表现 他的态度如果是政客 经过修兰家的家修 的同意 我们如果有好多人 跟政府继续鼓办 76年前的历史悲剧 如何跟家属们沟通 达成真正和解 是身为蒋家后代的蒋万安 无法回避的重责大任 环宇新闻张环轩 林博涵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